然後就好想上廁所 我就跟助理講說怎麼辦 可是這邊沒有洗手間 我就只好就是很默默的一個人 走到旁邊踩草叢 有沒有帶雨傘 一定要帶雨傘 草叢旁邊就地解決一下 為什麼要帶雨傘 遮住啊 喔喔喔喔喔 不然你以為B 這是Terry 那我身高165公分 體重45公斤 興趣是瑜伽跟騎腳踏車 瑜伽是一個身心靈的一個運動 對 那腳踏車是一種 瘋狂往前走的運動 對 這兩個你怎麼把它結合在一起 滿極端的一個是很靜態 一個是比較 需要衝刺的 對 邊騎邊做瑜伽 你看看你老公在那邊講這種啦 沒有 其實啊 天蠍座嘛 天蠍座在全天下最好的女人 我知道你老婆一定是天蠍座 對 天蠍座 換習慣了 我悶一下 這個舞真的好難喔 你的廣告的造型 應該不是這樣吧 不是這樣子吧 對不對 大部分頭髮梳的比較乾淨 乾淨 可以提示一下 給一個提示 我覺得有一個方向 或是曾經講過的太子 跟電視有關 電視啊 我覺得是家電啊 家電 家電類型的光 因為它有氣質 對 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對產品會產生那個 信任感 來 乾淨 洗衣機 或電冰箱 洗衣機啊 家電 家電的 那人氣 人氣 人氣有可能 冷氣有拍過 吸塵器 家庭主婦 他什麼都拍過 就沒有拍過吸塵器 真的假的 真的 你不一定要順著他的話 真的 他真的沒有拍過吸塵器 真的吸塵器還沒有拍過 我覺得 但是他有拍過一個 就影射那個 金鐘落馬的廣告 那個立東有拍 快要播了 立東拍的了 來 去拍他的廣告 臉上烏光沒彈性 像吃沙子狗嗎 保養品 保養品 對啊 他很可愛的那個 北莊廣告 對不對 吃了以後會變很可愛 因為會彈彈的那些 我們講家電講成這樣 因為他保養品 對 那一次是剛好是 跟大爺人曾智翔 巧巧一起拍廣告 對 然後我 聽到是他的時候 我超興奮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 是 對 然後在現場 他也蠻nice 人很好 會跟我一起討論 怎麼樣讓鏡位會更好 怎麼拍攝會比較漂亮 而且他們討論出來 跟導演完全不一樣 他導演就按照他們的方式 賣來 他會跟你尬舞 對 他在現場的時候 一直在跳那個 要唱的 恰恰 一直一直跳 比較放鬆啦 讓現場沒有那麼緊張的分 化解緊張的氣氛 巧巧也 差不多也 喂 喂 那你沈浸因為 真的在外面太偏僻 然後因為那個很急就開始 就地解決 對 有一次 有一支廣告 他是剛好要開 他不會覺得 喂 你家市區 等一下那個車子那麼好 而且車子吃完咖哩 在這邊也要在本胎嘛 你知道嗎 車子在哪裡排啊 這一支剛好是 那天一直到颱風天的前夕 然後 就是到一個台北的山上 然後完全沒有路燈 車子也沒有辦法開得很山頂 然後我們就是要走上山就對了 反正非常的陰森 也沒有路燈 然後我拍到一半好想上廁所 你是拍護身符的廣告 對啊 你不要找到這麼高 就是一個微電影 好微電影喔 看外長的電影 然後就好想上廁所 我就跟助理講說怎麼辦 可是 這邊沒有洗手間 我就只好 就是很默默的一個人 走到旁邊踩草叢 有沒有帶雨傘 一定要帶雨傘 對 草叢旁邊就地解決一下 為什麼要帶雨傘 遮固啊 喔喔喔喔 不然你以為 我以為想說對啦 我想 沒有啦 因為 你直接放著這樣 你這樣 你這樣放著然後你 對啊 這樣就 這樣放著一下 安全感 結果沒想到我站在對面 你在幹嘛 正面 正前觀 你站對面 對 不過那個沒辦法 因為有時候拍攝 尤其是拍戲 以前拍戲不是常常去陽明山啊 對啊 這根本還得來廁所 所以女生在 真的不方便 做這個 真的會比較辛苦 那你拍過多少個廣告 跟 試過多少個試鏡 我們大概 比例是吧 我剛 出來接廣告的時候 試鏡幾乎是每一場 我都願意去嘗試 只要發我都會去試 就不管任何角色 因為我覺得 剛開始出來 需要磨練自己 好不好 那每次被打槍 不是很沮喪 剛開始一定會 一定會 有時候覺得選角 也是運氣 然後還有角色的 心你要符合 試鏡有沒有上百次 應該有 有耶 喔 做這個行業多久 不要 不要 比較 大概 不要 不要 可以說 大概六七年 對 我六七年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我怕對著就二十年 一天到 幫一個日本人查 謝謝 謝謝 你去畫畫 這樣不一樣啊 你覺得拍廣告最累的 其實我覺得我滿享受那個過程 就是整個團隊所有人 大家一起完成一個作品 你 對 對啦 講的就是不累 就是愛 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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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比較累的是 因為有些要跨夜拍或是時數真的很長 就是時間 可能拍到兩天 就是從早拍到晚上 然後又 放宵夜了又要吃早餐 又中餐了這樣 因為能夠 能夠跟廣告拍攝時間比的 只有 上檔的八點檔 有AB班耶 對對對 要一直拍 你晚上就在棚內 早上起來就出外景 外景玩回來又棚內 我以前拍戲有 我三天沒睡覺 哇 超硬的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最後已經人呆掉 真的會 叫你都呆呆的 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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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真的會 現在還有誰叫小康 我後也叫小康 謝謝 來 謝謝 歡迎 歡迎 妳是走那種針肌消脂呢 還是哪一種 對 針肌剪脂 然後線條跟生長 是我的專長 線條 對 因為我以前是舞蹈戲的 這個線條 對 那你可以掌側面給我們大家看一下 側面嗎 側面嗎 會拍 懂拍 得了 曲線非常的漂亮 來 請看照片 這是什麼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這個是狐狸 狐狸 狐狸很好用 對 狐狸 然後那個是 這兩個都是我 我上課都會用到 所以比較多功能的訓練 張廷宗妳很適合這個動作 狐狸 對 那個動作很棒 對 剪脂 剪脂非常有效果 還有線條的部分 這個做下去我跟妳講 妳 真的 妳剛剛拿著那個 對 所以不是拿公式包 妳拿公式包 請問妳在哪裡教學 我在板橋府中的 窩俊 對 我在窩俊 板橋的 對 板橋府中店 但是很多人 從台中桃園來 上妳的課 對 就是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從桃園專程 來找我上課 那為什麼要這樣 就對我很支持 對 慕名而來 就比較信任我吧 因為他可能 不習慣別的教練 對 然後習慣我教他的方法 這樣 一定喜歡的 對 妳有教過那種 就是跟 其實跟健身是 搭不上的那種 從來沒有健身過的那種 就比如說很胖 或者就是 有 就是 有一個學生 剛來找我的時候 他體脂肪將近三 相近快三十趴 那很高 三十 對 三十趴 這麼近嗎 然後所以就是後來找我 訓練了一年後 大概半年之後 就開始有點變 然後一年後 現在的提示房率 已經降得到十二趴 十二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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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不過因為他 真的前面很認真的 在整集